上集說到 在西環遏立半世紀的永和粉面廠後人 六者弟爆發增產案 搞到要告上法庭 全因遺產承辦人四弟萊德 在處理爸爸的遺產時 發現三個擅自拿走一個亂名戶口的錢 估計獨吞款項達三千萬 而這筆錢主要是賣了粉面廠地鋪的錢 想知道聯名戶口其中一個人離世 另一人是否可以擁有戶口餘款呢 那就要先訂閱Channel C 這份是十二月開聯名戶口簽名 在銀行機構見證之下簽的 這份是第二年一月出售物業的授權書簽名 但很明顯兩個簽名的分別很大 你懷疑什麼 懷疑這個授權書上面的簽名是否真的 潘爸爸兩個簽名分別這麼大 原來就連當年買地鋪的買家 那邊的律師都覺得不妥 因為律師發現授權書上面的簽名 和屋契的簽名都很不同 結果要求潘爸爸親自收大訂 件事自動槍事發 而這件事之後在庭上至爆出來 既然店鋪已經賣了大半 我爸爸在沒有選擇之下也要接受 已經收了訂 已經收了小訂 其他買賣的程序都做了 差不多完成 最後賣地鋪收到3,300萬 原本爸爸說要放在儲蓄的紅寶仔戶口 打算隨時可以打保 看著錢 所以在買賣裏面 小訂是放在儲蓄的戶口 爸爸安心 到了大訂的時候 我三個要求買家 將大訂分三張支票 一張小限的支票 可能是百人二百萬 另外兩張是過千萬的支票 大額支票放在儲蓄戶口 小額支票放在儲蓄戶口 我爸爸當日交易當日去銀行打保 發覺只是很少 一百多萬就放在儲蓄戶口 他很害怕很緊張 於是追問 潘爸爸還打過給大女兒問他可以怎樣做 不過後來三哥解釋說 因為他年紀大 儲蓄戶口不可以放超過一千萬 所以就將賣鋪的錢放入聯名戶口 就因為三哥洗橫手 由爸爸答應開聯名投資戶口 再無端端被賣了間鋪 然後將錢放入聯名戶口被轉走 而毒噴超過三千萬 才引爆這場增產案 案件開審十二日 期間三哥上庭 將爸爸部分儲蓄單的信封作呈堂證據 因為爸爸每次收到儲蓄單都會在信封簽名 信封上面有我爸爸的筆跡 他說是我爸爸筆跡 用這個信封證明 爸爸是看過儲蓄單 是同意去拿錢的 但萊德發現 簽名又是很大分別 加上最大的破綻是 潘爸爸生前將所有銀行簿 約結單等交給萊德 寫了一張紙條交給萊德 吩咐身後事 這張紙條亦令萊德想起 爸爸九十歲大壽時大動肝火 直至現在所有真相才還原 最後法庭在今年一月判來得一方勝訴 判三哥除了在爸爸過世當日 和第二天拿走的一千四百多萬 要全部交出來之外 賣店的所有金額都要全數交還 法庭判決首先第一點 我爸爸生前沒有 將他的財產或遺產贈送給任何人 證明了我三哥在聯名我裏面 只是一個信託人角色 沒有授權之後 拿了錢是違反了信託人的誠信 花了四百四十萬 以為總算拿回公道 誰知道 三哥並沒有拿回那些錢出來 反而申請上訴 令萊德申請不到法庭強制執行令 官司輸了但又不肯還錢出來 我們去找做珠寶生意的三哥問一下 一聽到我們問遺產的事 他已經難掩開心的心情 雖然不接受訪問 但就笑到最後 法庭判決都內拒不何 那匯豐銀行回應我們 就說他們聯名戶口的條款和細則列明 如果任何一人細細 本行會將戶口的任何結餘 按上傳者指令轉帳 那又是否沒問題呢 根據維俗應徵及遺產管理修例 第六十J條禁止擅自處理遺產 任何人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而處理死者遺產的任何部分 直屬犯罪 大律師陸偉紅就說 銀行和客戶的協議 是不可以凌駕法律的 無論協議是怎樣寫的 我們都不可以違反法律規定 法律其實在條文那裡寫得很清楚 如果爸爸和三哥有聯名戶口 爸爸有很多其他的子女 那沒理由 因為三哥和爸爸聯名了之後 爸爸死了之後 那些錢就給了三哥 不會加 因為其他還有很多子女 他有一個受益人的身份 所以這個是很困固的法律原則 很多家銀行這樣做 他可能是方便自己 他不想處理這些遺產的事 太複雜 投放胎 太多之餘 就用了這些方案 這種方案到頭來都是沒有效的 如果我是他們 我告滙豐的 因為你不凍結 令到我的筆錢沒有了 那我就有損失了 我就告你拿回賠償了 雖然贏了官司 一切理據都是在其餘五者第一方 他們也只是希望按照爸爸的遺願 公平公正地把遺產平均 分回給每一個子女 可惜稱冠難審家庭事 爸爸媽媽生前很注重家庭的果欺 所以無論生日哪一個生日 都要全部人到齊才開飯 但是爸爸一過世 就是因為三哥個人的貪念 弄得整個家都散了 如果家人幾兄弟再坐在一起吃飯 幾乎都沒有了 即是他不是拿了爸爸媽媽生前的所有接觸 而是破壞了爸爸媽媽 用了一生建立了家庭 現在對付近後有什麼想要三哥哥 只可以這麼說 錢是始終的新外物 但是做人合情合理合法是最重要的 就算給你拿到再多錢 良心發言的時候 更加不好受 既然道德和法律都沒有辦法 令三哥回心轉移 萊德和萊達近日就拿著法庭的判決書 再到警署報案 要求重啟控告三哥的盜竊遺產案 警方已經將案件交給律政司處理 大家又怎麼看這件事呢 歡迎留言、LIKE和SHARE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登記做會員、訂閱我們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出更多的影片 下條影片再見